天文台表示,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岸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 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 預料該熱帶氣旋下星期初至中期較有可能進入南海北部 但路徑仍然存在變數,亦有機會會移向台灣一帶 而台灣氣象專家表示,這個熱帶氣旋的路徑與颱風泰利相似 仍有很多不確定性,半段強到至少中台起跳,比泰利強很多 他提到,美國是則無色無意圖有大幅調整 有機會在今天發展成颱風